哈喽各位老铁啊 今天是大年三十 那么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 那么现在年三十了 咱们这师傅 师傅们都放假 回家过年去了 那么咱们呢 就比较命苦啊 还在这里坚守 还得给大家修手机啊 还有很多老铁的手机在这里压着呢 还没修好了 所以说今天还在加班呢 咱们现在修一台苹果小六啊 那么这个手机进水的啊 修过二修的 然后说打电话来没有铃声 那么咱们先也测试了啊 然后就这个 精英键啊没有缓印 那么咱们来先检测一下主板啊 那么咱们也找了一个好的精英键啊 咱们手机上拆下来的啊 依旧如此没有用 那么所以说咱们来看主板啊 先检测一下 那咱们先来家电啊 开机看一下它的工作条件 那开机之后咱们来测 静音键的这个电压啊 实测电压只有0.5V6V左右啊 那么实际它应该有1.8V左右 那么这个故障其实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么咱们就从后面借一个1.8V啊 常有的电啊 然后借到这个精英键的桌子上面啊 那么必须得串一个电阻啊 然后 咱们再来家电啊 测量一下这个时候 就有1.6V多的电压 这个时候再来按一下这个精英键啊 现在就有缓印了啊 OK啊 咱们再来拨通这个手机 好 来了 声音来了啊 没事来了 OK 可以装机啊 交给老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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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